姐姐死后她出门就没穿过内裤 小青总觉得姐姐那么悲惨 全怪她找的男人太无能 她立志要找一个足够强的男人 可男人还没找到 她却遇上了灭顶之灾 修罗城最凶残的牛头帮杀上门来 他们避难所的老大张鱼哥 很快就被牛头帮众人压制 孙姑娘急忙带着她前往屋里 骑上摩托车冲出大楼 可其他牛头怪仍在后追击 一个狼牙棒甩出 让他俩摩托射横摔倒 牛头怪盯上距离较近的孙姑娘 一棒将其打得形神俱灭 小青冲上去报仇 却被牛头怪死死抱住 幸好手中有一杆三八大改 调整枪口将其击毙 可牛头帮实力强大 再次走来三个牛头怪 穷途末路之际 另一大势力罗刹门的门主司马 开枪阻止了牛头怪 但也激怒了牛头帮帮主 眼看大规模拼杀即将展开 却被修罗城的天结打断 因为天结伴随着无数的幽灵 两大势力被吓得立马撤退 但仍有不少人被幽灵追上 幸好司马门主伸出援手 将小青就回了罗刹门 可罗刹门四当家却看不上小青 一言不合就欲斩杀他 仗着可以飞行的制空优势 将小青逼入泥潭 小青则迅速甩出飞刀 缠绕四当家将其拉下高空 并拿刀将其制服 三当家见状横刀劈来 司马再次出手拦下 并轻腻地扶起小青 瞬间威慑众人 小青以为找到了白马王 却不想这个男人 将教会他啥子叫现实